据悉,泰勒在2009年确诊患上肌萎缩性脊髓硬化症ASL俗称见动人症,患者会出现肌肉无力、容易抽筋以及吞咽困难等症状,目前医学上无法治愈。 泰勒生前挑战禁止安乐死的法律,在今年6月,获得卑诗省最高法院裁决,批准他在医生的协助下安乐死,裁决暂缓一年后执行。 然而泰勒在未接受安乐死前病逝。 联邦政府8月曾就泰勒安乐死判决上诉,但卑诗省上诉法院驳回请求维持原判。 法官在判词当中表示,撤回裁决将会对泰勒造成身心无法弥补的伤害。 泰勒个人的权利应凌驾在联邦政府的利益之上。 法庭了解到泰勒的案件会成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手综案例, 但是不能剥夺泰勒的最大权益。